星辰变中四位美人,前三位迷到千军万马。最后一位静下退各路诸侯。星辰变,一经播出就收获很多观众的好评。 这一部国产励志动漫,不管是剧情介绍还是场景设定,真的都是大片的济世感,真的是完美的还原了原著。 在这部剧中男主的人物特征设定的比较饱满,从一个天资最差的人,不甘平庸,经过自己的的努力,领悟。 最终达到了神级别的最顶端修位,这部剧中的帅哥和美女也是很多的,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下剧中的极大美女。 第一个代表天网杀手,虽然在剧中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她的风度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 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身材火辣,凹凸有致,最让人遗憾的是她只有一个眼睛。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江丽了,小说中这位美女将在十年后出现,一出现就是女主。 看过小说的人都很期待这个神秘的女主角,她出现也将迎来故事的高潮部分,她将和男主两个人一起走向成神的道路。 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一美人,堪称国曼史上的背影杀手,她的背影真的很美,惊艳了时光。 乱了岁月,虽然她只是个龙套,一出场就领饭盒,也无法影响她女装大佬的称呼。 星辰变,现在讲的最多的还是男人只见的战争,这是一部很受男孩子喜欢的动漫剧。 女孩子也可以看看,剧中情景还是很好看的。 星辰变,四位颜值担当女神,如果只看背影,你敢选一个吗? 星辰变,四位颜值担当女神,如果只看背影,你敢选一个吗? 最近热播的,星辰变,已经播出时期了。 男主秦宇终于成为外公先天第一人,以流星的身份参加秦德杜杰的守护任务。 在前十集的剧情发展中,虽然打斗场面多,剧情大部分围绕秦宇、秦德和相逛。 不过也有四位颜值担当女神,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最后出场的一位被警杀手。 惊艳全场,那么在这四个女生中,你敢选一个吗? 铁小鹿 铁小鹿是最早出现在秦宇身边的女人,虽然是一个女配角,但是从小跟秦宇玩到大,青梅竹马。 在小时后被马贼偷袭,差点生死,索性秦宇及时救驾,不过却被马贼砍断其右臂,成了独臂女孩。 小时候的她,乖巧可爱,颜值高,是一个懂事的好女孩。 八年过后,秦宇成长成少年模样,她一出现便吸引众人的目光,一袭桃色长裙,自带桃花特效登场亮相。 尽管断臂,身材却阿娜多姿,羞涩又可爱的表情看待秦宇,是一个典型的铃家小妹妹。 出国王妃,出国王妃第一次出场是在楚国的皇宫后院里,出国国王向广身边的女人,身材火辣,皮肤白皙。 能够成为向广身边的女人,其手段肯定厉害,妩媚动人,看向广气色不足的样子。 明显是纵欲过度,可想而知,这位王妃的魅力有多大。 天王女杀手 天王的红衣女杀手是专门给秦宇派任务的小姐姐,她拥有魔鬼般的身材,修长的双腿,秃凹有致,让人心动不已。 尤其是在秦宇完成任务得到大长老赵剑之时,她喜欢上了这位流星杀手,于是牵了秦宇的手,甚至从后面搂抱她。 用一句诗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强撩秦宇。 花明月暗龙轻悟,闭纱窗外境无人,从此无心爱良夜,任她明月下西楼。 如果不是遇到刚成年的少男秦宇,相信是谁都会答应她的请求,果真是好诗,好诗。 一美人 堪称博曼最美背影的一美人,背影美如仙,转身一笑下退鬼神。 排位转身之前,她的背影足以迷到万千少男。 等她露出正脸后却下退了百万雄狮。 没错,她就是一清语,人送女装大佬。 只见她苍老的脸上画着桃花妆。 修长的指甲涂满了粉色指甲油,披肩长发, 穿衣讲究,化妆很浓的老爷爷,顿时吓傻观众。 正所谓背影既已夺天下,何必回头乱芳华,如果只看背影,你敢将她带回去吗? 新陈变,四位颜值担当女神,如果只看背影,你敢选一个吗? 欢迎吐槽和评论。 独家版权声明,此内容为契鹅号搞笑动漫小区原创,授权腾讯契鹅号独家使用,未向任何第三方授权,抄袭必就。 新陈变,五位阿娜多姿的角色,易轻宇屈居第三,第一位是贵妃最久。 在,新陈变,中,我们都会被人物中的某一点所吸引,比如情侣的坚强,连言的温柔等等。 其中,还有几位演员靠的是形体表演,来获得大众们的眼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几位的操作吧。 小鹿,她还是比较保守的,动作方面由于环境的因素,没有人教她怎么走猫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经是大姑娘了,不管怎么说,走起路来还是有风韵的。 在阿娜多姿上还算及格,不要总是这么呆办。 要善于靠近情语,她这个单身狗一直独来独往,你没准一碰就行。 王贵妃,这个身段表现力,让我们看得舒心,舔得放心。 在向广飞人道的压榨下,王女士能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工作量,这就算不错了。 在除了向广推倒以外,我们没有看到她下过床。 在这方面,王贵妃变得有心无力,服侍一个暴君,是她的人生失去了对美的追求。 一清雨就开窍了,她的敢于表现自己,活出风采。 在言语间,我们看到她的兰花尺,有点像东方不败的感觉。 其实这些动作并不是能够轻易完成了。 需要的是上百年的训练。 这下我终于知道以前很强大,现在却被连沿反杀的原因。 你把时间都用在这了,怪不得比以前弱了。 本文尤其义是野气鹅号作者独家原创,未经受权不得转载。 红衣小姐姐,在对晴雨爱慕的这一段,拿捏有道。 先是用话语感染,再慢慢地接近。 可能对待其他的金牌,他都做过,怪不得这么熟练。 晴雨也是被他的阿诺多姿所吸引,但是他是讲究快的男人。 在三秒后,他就把真气射了出去,以表示抗议。 说实话,晴雨还是太年轻。 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八代将军之一,他还差点成为了晴雨的师父。 要是真的这样,他这五字就会有传承了。 把十块当成酒杯,自己虽然是将军,但却表现出了贵妃的身姿。 这几个高难度的转生,很难让我们感觉他的职业。 偿大的琴家,出现这么个奇葩,也就见怪不怪了。 晴雨表示,这下可丢人了,有损我琴家威严。 上次那个达摩三级头还没解决,你又来这一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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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